好,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做一个纸盒子,用折纸的方法做一个纸盒子 所以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张纸,漂亮的一面对着我们,白纸的这一面放在下面 把这个纸折到中间,上下刚好对齐,折地一下 然后再把上面这一段拉下来,折下来 先不要摁,不要摁在中间,要比中间长,长出它的三分之一 什么是三分之一呢?待会你看,这一个距离和这个距离差不多就可以了 长出三分之一,这样你在后面,如果你要是把它翻起来 你能看见后面它露出一个长的面 翻过来,同样的方法,对住这一边 这一边我们就不用那么难找了,因为我们就按照刚才折出来的方向就一样了 就可以了 做折纸最重要的就是对称 Symmetric 这一边是什么样,在另一边也是什么样 左边是什么样,右边就是什么样 前面是什么样,后面就是什么样 对不对? 所以,然后我们现在再折一个小角 大家看折这个小角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层,不要折 不对,有两层的时候才可以折 怎么折呢?两层的这个地方,看好,这里有两层 然后把它折过来,就到了这里 因为它这个角已经停在这里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只能折这么多 折成一个直角 这里是平行线,这里是垂直线 垂直相交,平行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折这一边 平行垂直 好,然后我们翻过来 再用同样的方法 这样就好对齐了 只要你对齐,对准刚才那个方向就可以了 刚才背面那个方法 因为它要对称,对不对? 你从这边做的就要在那边做 好,现在对齐 可能小的调整还要做 这个时候呢,你再把上面这张纸翻下来 翻下来,然后压平 同样的方法呢,再给它翻过来 再把这边给压平 好,我们现在两边都压平了 就变成这样一个形状 如果你把它打开 你会看到是这样一个形状 这张白的条条粗一点细一点 没有关系 然后把这个口子从中间这个开口的地方打开 打开你会觉得打不开,对不对? 一定要轻轻的,一定要轻轻的 然后手指头在这里按下去 这边就成盒子的一个方向 然后把这边的手指头按下去 又出了第二个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再做一些加工 把这里的线 按一按 把这里的线 按一按 把这里的线 按一按 这里的线 找齐 然后在哪里 在这里 按一按 把这里的线 按一按 把这里的线 按一按 现在就是一个小盒子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 今天是用的这种纸比较软 所以这个盒子看上去有一点软 如果要是用我们平常写作业的 用你们的那个college line的那个 那个写字的 有line的那个纸不太好 用photocopy paper 用那种复印纸就很好 这样就做出了一个小盒子 就看你这个折过来的长度是长是短 这里的小盒子露出的这个边 有的长有的短 但是都没关系 都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小盒子 从科学的道理上讲 它都站得住脚 好不好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自己试试自己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